投资人在交易时,常常会观察图表以判断后续走势, 而将过去历史的走势图大量统计后,加以观察并分析走势。 这在技术分析里,我们称它为形态面。 你相信历史会重演吗? 上集学会了筹码面的分析后,今天我们来教你另一种交易分析,形态面。 嗨大家好,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什么是形态面? 形态面指的是透过观察标的的历史走势, 从而归纳出一个趋势或做出初步的市场预测, 并且观察股价出现特定形态后的表现。 其实就是把大众交易结果转换成现形, 使投资人透过图形, 可以快速辨别市场的情绪及对未来走势做评估。 当同样的图形再次出现的时候, 投资人就可以透过观察, 来判断行情的大概走势如何, 相较于其他的分析方法, 形态面的分析方式就直观许多。 形态面有分成头部形态及底部形态两种, 而这两种形态底下, 又细分出几个种类, 以下让我们一一介绍。 形态面,头部形态。 头部形态指的是股价在上升趋势中, 来到相对高档区出现的形态。 当涨势的力道不足时, 股价就会开始进入盘整的走势。 在这段期间内股价通常不会再创新高, 即便创新高, 股价也很快就会回落, 因此这段期间会有人称这种行为是在做投, 这样的形态就会视为卖出讯号。 积极的投资人可以选择反手做空。 在头部形态中, 可以分成M头, 头肩顶, 导状反转三种。 一,M头。 M头又称为双重顶, 由于其形态与英文字母M相似, 所以通常都会用M头来称呼。 左侧高点称为左肩, 而右侧高点称为右肩, 但通常右肩会低于左肩。 在两个高峰中肩夹的风骨拉出水平线就是颈线的位置, 要到股价真的跌破颈线时, 才能确立为M头形态。 而这种形态多数是为了方便二次出货, 通常在法人照顾的股票中容易出现, 所以常常会听到左肩意外产生, 右肩故意产生的说法。 2. 头肩顶 头肩顶是由一个头, 两个肩所组成, 头部的位置会高于两肩, 而头肩顶形态被视为是一种反转的空头形态。 头肩顶形态中, 中间股价创新高就容易出现头部, 而后续为了方便出托股票, 也会打出右肩形态。 3. 导状反转 导状反转形态指的是, 行情快速拉抬伴随成交量逐渐放大, 最终到顶部时快速下跌回到原点, 图表形态犹如一座孤独的小岛, 这类型股票大多是有着特定人士照顾, 此形态在头部形态中是最难确立, 往往确立都已经下跌一大段。 接着我们来到形态面, 底部形态。 所谓的底部形态指的是, 股价过了下降趋势阶段, 正在这个区域中进行区间整理, 在这个期间内股价不再继续创低, 这段期间也称为打底。 当出现打底的迹象后, 价格突破颈线, 可以理解成趋势进行反转, 这就是多头可能启动前的一种形态, 投资人可以考虑进场式多单。 而底部形态又可以分成W底, 头肩底,B型反转。 1.W底 因为形态与英文字母W相似, 又被称为双重底。 当K线图出现像英文字母W的图形, 代表着市场已经经历了两波下跌的测试。 在两波的下跌中, 第一波低点称为左脚, 第二波低点称为右脚, 并且右脚不会低于左脚, 通常是经过一波下跌走势之后抵达低点, 出现第一次反弹后, 又再次下跌至前波低点附近, 但不会低于前波低点的位置。 此时股价再次反弹并超过前波高点, 也就是颈线的位置, 从而出现这样的图形。 2.头肩底 与头肩顶图形相反, 此形态中出现三次低谷, 形成左肩,头部及右肩, 而通常右肩与左肩位置差不多甚至会高一点, 这两次反弹的高点会形成颈线, 所以颈线不一定会成水平线。 3.V型反转 顾名思义就是K线图上呈线V型, 当股价跌得又急又快, 而跌势中又夹带着成交量缩小或不规则的扩张, 有着急转弯的特征, 且通常转弯处的K棒会留下引线或十字线作收, 这种形态往往会让一般投资人来不及反应。 在这些形态上, 通常是要等待形态确立后, 也就是等待颈线, 趋势线跌破的时候, 再进行买卖的动作, 但一般投资人急于进场, 导致还没确立时就出手, 容易造成亏损。 看完关于形态面的基础讲解, 你是否了解呢? 这里有一道题目, 请问关于形态面分析的讲解, 以下叙述哪个错误? A,头部, 底部形态要等待确立才可以视为有效。 B,W底的右脚不可比左脚还低。 C,导状反转常出现在法人照顾的股票。 D,形态面是认为情绪会反映在价格上面。 观看完的学员们, 欢迎将你的答案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 留言区会有解答。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亲朋好友。 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是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